温暖的陽光灑落 照耀每一層山河 遠望街巷流動著 星夢的顏色 隱隱的星夢閃爍 天亮了萬家燈火 奔向小雨倾訴求 漫漫的手 7月17號晚朝著光的方向 網路文明之夜晚會在廈門上演 周深受邀出席 突如其來沒有預告的舞台 周深身穿白色西裝 帶來了歌曲夢想的遠征首秀 溫暖而又紅亮的歌聲令人陶醉 正能量充沛 nied 往漫漫的熘 WOODRUFF 漫漫的 ister 想像沙漫漫的希望科學夢想的 searched 走 Amber 猶往遠方的等aches 向未打訴說 藏在財經侵重走過 炷薯齃朗的雪末 寒风中阵风炙热 从不去洒 这是光复背后的忍者吗 温暖的牵挂 这是属于你我 在遇上的我 梦现在还我 这是心我传承的远程 这是我哭 这是青春起来 曾经温暖的舍 就会来出发 梦想自己的花卷 世界诱人的诗篇 街上美好的家园 妖怪并肩 愿你求我偷懈 而爱尽情伤悲 冲击山踏遍 携手并肩 我爱尽情伤悲 这是光复背后的远程啊 温暖的情话 这是属于你我 在远程啊 梦想在开花 这是穿暖光中的远程啊 这种远程啊 只是追逐门上的远程啊 我们终会你的 我 远程啊 用白脸风画书写回答 梦想的远征为2023年中国品牌日主题曲 旋律清澈朗朗上口 歌颂了中国品牌不畏艰难 共同传递与推广中国品牌新势能 为实现中国梦奋斗的精神 演出现场周春对歌曲的处理 与录音室的版本不同 使用了更加坚定嘹亮的唱腔 服以圆润的美声唱法之称 让歌曲更加的具有感染力 以让现场的观众得到了极致的享受 周深以充满力量感的歌声 传递出了满满的正能量 告诉我们要勇敢地去追逐梦想 不为路途艰辛 昂首向未来出发 将为大诉说 曾在荆棘中走过 重复巨浪的漩涡 寒风中绽放炙热 重复巨浪的漩涡 这是奔赴美好的远程啊 温暖的牵挂 这是属于你我曾远程啊 梦想在开放 这是新火传承的远程啊 前世的孤伐 这是青春既有的远程啊 向未来出发 此外有网友爆料 周深蜡象将于7月25号 也就是出道九周年之际 周深蜡象将会入住在北京杜沙夫人蜡象馆 据悉当天还会有揭幕仪式 目前还没有看到官方消息 如果网传消息为真 那么确实是一件大喜事 但是蜡象的制作并非易事 一般的制作周期为半年至一年不等 也就是说 如果7月末周深的蜡象揭幕 那么蜡象馆大概在2022年 就已经与他接触了 自从周深成立个人工作室之后 知名度一路攀升 舞台越来越多样 也越来越大 所获的荣誉数不胜数 更是备受央视和主流媒体的青睐 哪怕仅仅一个时代之声的美誉 蜡象馆向他发出制作蜡象的邀请 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周深一向形势低调 性格谦逊谨慎 加之工作行程堪称是极感现场 不一定有时间配合蜡象的制作 所以很多粉丝持怀疑的态度 如果消息为真的话 在出道九周年之际 为他接下烂幕 也算是极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而说回蜡象本身 那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优 有的微妙微笑 有的却一言难尽 不知道周深的蜡象会是什么样 周深曾经开玩笑说 自己不走可爱路线 而是酷 周深严肃起来确实很酷 脸部线条流畅 棱角分明 但是周深脸小又爱笑 所以总是可可爱爱的样子 不知道周深的蜡象 到底是什么样子 让我们7月25号 在杜沙夫人蜡象馆 拭目以待吧 最后周深加盟舞台 2023发布首发预告片 26组舞台歌手 即将开始生存之战 周深导师又要闪亮登场了 你们期待吗 欢迎评论点赞订阅我 随时了解周深最新的动态 你怎么会是平凡者啊 一直想去选一个 比较有安全感的一个选项 我成为不了其他人 这一次比较特别的一件事 选者都会有代价 好 你不应该去想说我们会失去什么 说话的感觉会不会少一点 那你能给我们做个示范吗 感谢他把我当成傻子 好 好 建议你 我觉得他在舞台上很忙 非常一定要感谢的是我的生名 啊 啊 啊 我们以后实在是 经历了太多东西了 我觉得所有东西我们心里都有默契 所以有很多话 我就说了很多 在刚刚刚想说 就真的非常感谢你们能够 从那么多非常优秀的歌手 那么多优秀的人里面 看到一个歌手叫做周深 谢谢你们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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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希望我们可以用更好的音乐去相遇 也非常感谢音乐这个东西 让我去能够认识到你们陪伴你们 我希望总之就是 只要你需要我就在这里 谢谢加油 加油 哇 这个陈诺太也魅力了 只要你需要 我就在这里 只要你需要DNAA也在这里了 而且我觉得 成长的胜利的灯盘 跟我们今晚DNAA的颜色 同城旅行的颜色适配度直高 再举在你们灯盘好不好 好 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